点多淘机新任董事长曾大人 与新任总经理萧登科 准时出现在交通部 为的就是淘机召开的临时董事会 大概对所有的人都一样 家里面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除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需要我们来帮忙的话 那我自认为还有能力 那我就来帮忙 一小时后会议结束 曾大人微笑受访 回国接任淘机董事长 面对新的挑战 他强调已经做好准备 那我必须要跟大家保证他 在后续的不管台风也好 讯息也好都不会再发生 但其实曾大人与萧登科上任后 除了淘机淹水善后外 还有就是因为停机品不足 自动通关设置不够 查验人力不足 以及航下空间小 容易造成桃源机场塞爆 另外跑道的品质 之前的滑行道平茂临江 整件工程也必须要注意 今天工作已经在进行 那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工作 能够尽快能够来完成 不过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波淘机面临烂摊子 恐怕不只如此 周刊爆料 前董座林鹏良在三年前 担任淘机总经理任内 跳过招标程序 拍板将机场一块 将近两万平方公尺的敞篷用地 建筑给长荣航空 让淘机每年损失 五百万元的收益 不可能 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经理人 当时我是总经理兼CEO 我们受这个股东 受董事会的付托 90加8这是增加将近10% 一场豪雨冲垮国门形象 争议内幕随之而来 新人士发布后 挽救国门颜面的延距挑战 才正要开始 记者谢志愿文元方 SNG小组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friese